刚才去那个史家胡同博物馆 那个是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 然后捐资修建的 所以当时的那个英国的威廉王储 还是15年的时候还是来这里边参观过的 他拿了钱嘛 今天来到这个史家胡同 灌过胡同 今天跟我爸跟我叔叔 他们这个哥俩 一块看看这个老胡同 我们家原来我出招里边离这也不太远 所以离这边有空还是喜欢在这逛逛 这史家胡同 以前这个名人住的这个条胡同是挺横的 这个到时候看到都有谁住在这边 现在胡同一边都搁上车了 画停车位了 这胡同显得更宅了 带会去那个史家胡同那个胡同博物馆看一下 首都铁齐 这有一个警队东丹大队 我看这条胡同里边都住过谁啊 有元帅徐向前 然后容易人乔冠华 张客家爱清 这些是后来住的名人 然后之前那史家胡同是他的名字 应该是坊间流传应该是明朝明末 那个康青的名将石科法 石科法的那个祖宅在这边 这是几号 21号 接种疫苗了 这是社区 史家社区聚会 哦 史家胡同是聚会 哦 哦 有意思 是好的 但是 你看他这房子 这房子才住 这房子能看出来 这是老的 瓦是老的 23号 这也是保护原落 怎么徐向前 乔冠华 容易人 什么 张客家 都在这爱听 都在这住 爱听 嗯 张客家爱听 这都是属于一个座家 座家 这是周一闭馆 来咱照相 走来 来咱照张相 书以提的字 是老舍的儿子 对对对对 他这边介绍了一个古时候那个门 门宅门的一个门 门的一个硅脂 他后边有些老的照片 看一下 各种的垂花门 都是大门 老北京的那个大门 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些老的门 品级 品级官员用的广亮门 这个是金柱门 这个是级别低 低一点 然后这个蛮子门 那就级别就更应该低了 如意门 窄大门 西式的门 应该是后来的 也称 也称阳门 中西河壁 这是垂花门 这个应该是二门了吧 啊对 就是二进制的二门 就以前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为出格的女儿 就不出这个门 这是老房的那个房檐房碗 这叫 专雕石垢架 都是房底上弄下来的 这是四头院 老四头院的图 一进院 两进院 三进院 四进院 四进院 它这个就是 现在咱们在那个 这个博物馆的那个四进院 应该就是 四进院 然后这是带跨院 是吧 四进院带跨院 咱们就是进来以后 现在这五 嗯 对 这五 咱们要能不能过啊 对 但是它就是 囚了 嗯 这边 这边没了 这边都没了 这边都没了 嗯 都成杂院 我都弄了 对 这是史嘉湖头 五十一号 五十一号院 以前那个乔冠华 来这个院住 这是那个模型 一进门都会有一个隐蔽墙 就是比较私密性 然后不让它直接看到后边 这是一个二进四合院 这是应该这是史嘉湖头的整个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 还真是这史嘉湖头也真是有大院子 这是史嘉湖头 住我的名人啊 君政界啊 你就知道 王国锋 王国锋 荣毅人 又在这住 书作义 周体人 游文辉 乔冠 乔冠华 黄静 医科剑 教科剑 然后文艺剑 这个院子就是他的嘛 那这讲的是史嘉湖头五十九号 他那个近代教育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因为他这一个地方是五十九号是当时 庚子赔款 然后美国人建的一个 去美国复美幼童留学的一个 在这集中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当年的那个富美幼童 一百一百一百人 然后他们在这个五十九号居住 其实后来他们有里边有那个 梅艺齐 清华大学的创始校长 胡适 北大的校长 赵元润 语言学家 竹可真 弟弟学家 当时那个刘美幼童 在这的合影 第一批庚子赔款 然后美国人就拿回来 然后又给中国投资了 建了这个清华大学 然后派这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 这有名单吧 有名单 王世杰 浙江凤华 王健 北平 这都是有他们那个出生地 然后去了那个大学 哦 基本上后边都是哈佛大学 学的是化工啊 土木 化学 积电工程 军舰制造 都是国家最需要的一些 你看还有江浙一带 江浙一带是比较多的 讲的是史嘉胡同小学 这个是应该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 以前我在这边边上附近有一个大方家的幼儿园 然后有好多学生幼儿园毕业 有各区各个学校 其中有一个只有我们班里边只有一个区这个史嘉小学 这是他父亲 林书华 对他的家里边 林福鹏 他是他父亲是跟康有为是光绪十九年同科的进士 傅作义是住在现在的四十七号院 周体人是歹族名将 他住三十五号 周体人是三十五号 法汉杰住的是哪个院 二十五十三号 这边是好像是周围居民捐的一些老物件 你看到都要什么 户口本 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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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这儿 兵役这儿 这是什么 医疗这儿 户口本 还有老的这个陶琴 骨头鞋 日本老式录音机 这是那个板砖录音机 等人录完 碰员 Saudi 博人家里还有不 妻子 温柴 如何 这是飞鸽 王萬能 这个脚 她这颇布图馆等于她不光是这个院子 它是整个这条胡同 它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文化 其实这个文化博物馆 它也是这条胡同居民的一个老的 一个休闲大量的一个地方 他们也会经常过来 这个是一个文化胡同老街坊的一个精神寄托 这个胡同里头可能在北京市来讲 居住的这些民营人可是最多的 他这里边没有王府 你看他没提到王府 但是都是一些文艺界的名人 文艺界政界科学家 这是赵人庄的宅子 这俩里边清点 有一小门 华国锋在这住的 华国锋在这住的 因为华国锋和江河华市有一个厂户 哦 这厂户就这个 邓丁超也在这住 第一位玩意说就是最好的学校小学之一了 他这里边之前进来过 这里边踢个足球 在这 世家小学里边 现在这个只是二年级步了 我应该将警察听下去了 因为向马尔华市有什么 我应该尽市有什么